大家好 我叫王正伟 我来自宁夏 我今年36岁 欢迎您来到我们这里 您的身材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我属于遗传因素 天生猪肉症 因为我爸也是 长到多大的时候就停止发育了 长到12岁吧 长到12岁这样就停动了 停动了它就一直停留在一面一期 一般的猪肉症 可能还是可以正常地行走 生活 但您是坐轮椅了 我小时候可以行走 我小时候还可以帮我妈妈 可以干农活等等 2010年我爸是修家电的 我就随着我爸修家电 原来是让电电了一下 当时价值不能动 腾总的厉害 当我们市医院做了个合资公证之后 发现胸椎管和腰椎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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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 李宗盛 《认识》 李宗盛 《认识》 李宗盛 一边拿手机一边看 在QQ上有一个叫 发现了一个直播的东西 一个叫小酒窝的一个人 我说这一个月了 9月17号 我说这来到我直播 都一个月了 这是个谁啊 我就百万无聊 我就是那天直播不太好 我说我把你连一下 他说好的 我说连了 我说你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他说废话 有男的叫小酒窝的吗 还挺幽默 我就连了 连了之后他 一看他是个美女 他第一句话 我特别感动 特别寄游行 那个时间因为我就一直 好多时间就停留在 《爱临于青年》 他说 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一天 他说我看上你了 咋办 他这么直接说的呀 他就是我们两个连伴 完事之后他就留了微信 每天就是 我们两个聊着微信 他说你吃了没有 你现在想吃什么 对你关怀北京 对 他说你真想吃什么 我给你邮寄 他去哪里 他在哪里啊 他是陕西的 那还和你留着 有情愿的推敌 和我离了三百多公里 一直约到这个 十月十七号 他来到我家的 后来就在一起了 就结婚了 哇 我觉得好神奇啊 我特别想认识一下 这个小酒窝 来 我们一起有请 小酒窝 陕西是有八大怪 老婆怕怕头上戴 家家房子半边盖 板子不坐蹲起来 面条宽子像不在 锅盔大的赛锅盖 油泼辣子一道菜 琴腔大戏吼起来 姑娘一般不对外 对啊 你认识的郑伟 你想照顾她 做个朋友可以 但是远嫁 对于陕西姑娘来说 那挺难一件事啊 我们那边远嫁的 真的不多 基本上都是嫁到更强